亚洲万里通刚宣布将会在6月22日改制 标榜是当我们乘飞机时可以赚取更多飞行李数 最高就会接近有八成 而我们换机票也可以用一个相对较低的李数换到 同时有更多经济客位的机位就会开放给我们兑换 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是否值得呢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不过很多朋友都曾经问过我 其实究竟这些飞行李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不如让我和大家讲一讲 除了Fanfares的大部分时间是old class是没有李数之外 网上找到的便宜票通常都是S、N和Q class 以前是按实际公布的航程的25%计算 我们就用台北、新加坡和东京为例子 旧制买ECON票如果是这三个class的话 分别只会有125、398和460公里 如果买其他的ECON票就会多点李数 分别有501、1592和1841公里 不过在今天的新制公布之后 便宜票即是SNQ class 台北已经有330公里 新加坡和东京大幅增加到1000公里 而贵票方面加幅也没有那么多 再分了两层 MLV class台北有590公里 新加坡和东京有1800公里 而最贵的ECON classYBHK台北有650公里 新加坡和东京有2000公里 如果你细心看一看 其实在皇季买到MLV这些贵少少的ECON票 飞去东京 在新制之下原来还少了41公里 换票方面其实也有较大的改变 以往换票你可以用来回加上的里数行段去计算 但现在换票全部用单程去计算 我们一起看看换票有什么重点 原来换票大部分经济客位所需要的里数都减了 去日本和新加坡来回以前是3万里 减到现在1万里单程就可以换到 即是来回要2万里 变相便宜了1万里这么多的一个来回 去远一点看看去澳洲 以前5万里才可以换到澳洲的经济客位来回 但现在单程只需要2万2千里 也就是4万4千里就可以换到一个经济客位来回澳洲的机票 今次计划的改变大致上就是这么多 不过排面看来真的好着数 但对你来说究竟是不是真的好着数呢 看看你是哪一类人 主要来说可以分三类 第一类就是通常你是用信用卡的积分去兑换里数 但平时就很少真金白银去买机票 这类人都叫做有着数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信用卡换出来的积分和以往是一样 但现在就少了里数已经可以换到机票 即是说其实当去新加坡或者日本为例子 以前6万分只够你去两程 但现在因为每个单程只需要1万分 如果你去开这类型的航点 即是说你由两次就可以去三次 果然是好处了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第二类型的朋友 他们通常都是要经常出旅程 真金白银的买机票 对他们来说 今次的改动反而是大赢家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的理数肯定多了 当平时一年出旅程可以赚6万里来算 新计划之下 因为普遍的机票都会有多了里数 通常都是以两至三成为标准 所以其实你随时就已经有七万至八万里了 但反过来说 因为每一程你换的里数都少了 用回刚才的例子 当你要去三次的日本 其实都是说六万里 即是说 由以往你要去换两套票 到现在可以换到三套票之余 还有一万至两万里多了 随时可以去多一个台北短旅程 所以这类型的朋友 如果今次新载改动之下 你肯定就是大赢家了 那哪类型的朋友最不便宜呢 就是经常省省省省 存好多信用卡积分 跟着一次过豪出去 希望可以换将长途的 商务客位机票的朋友 他们今次的计划就很大影响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信用卡积分完全没有改变 但同一时间换商务客位的长途票 就多了很多里数 以澳洲为例 以前8万分来回 就可以换到一张 澳洲的商务客位来回机票了 但在新制之下 需要9万分才可以换到一张来回机票 通常平均 8到10的签帐额才可以换到一里数计 即是你要签多8万到10万元 你才可以彌补到这个差额 综合刚才说的三类朋友 如果你是想换商务客位的机票 你就快快快在6月22日改制之前就换了它 不过反而如果你是想换经济客位的短途票 而你又不心急的话 6月22日之后肯定便宜很多